十来运转给你有滋有味的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的美食栏目 十来运转 今天逛临我们节目的每位来宾呢 是来自福建新东方烹饪学校的 欧阳赖阳老师 欢迎欧阳老师 好 大家知道 欧阳老师 老家是在湖南 对吧 湖南有一道特别特色的菜肴 不管你知不知道它属于哪个菜系 但是它就是湖南菜 对不对 叫什么 叫剁椒鱼头 剁椒鱼头 是不是听到就流口水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剁椒鱼头的做法 如果你也想在家里面试试看的话 就要关注我们这期节目了 我们先去看看需要什么原料 待会回来 鸳鸯鱼头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鱼头 香葱和粉丝 调料是姜汁 料酒 蒸鱼齿油 剁椒和野山椒 我们要怎么处理 首先是下刀 从背脊这个地方下刀 完全给它劈开 对不对 好 劈开以后 要注意就是 鱼墙这个地方 有黑色的膜 把它刮干净 黑膜要去掉 这个去掉之后没那么腥对吧 另外就是它的苦味比较重 把它去干净 以后把这个腮 这个腮我已经去干净了 这个腮把它去干净 好大的鱼脑也在里头 好 去干净以后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 我们淋一点点料酒和姜汁 节省它的这个腥味 姜汁要拿过来 好 拿盘子垫着 对 来一点点料酒 这是要淋上去的 还有就是这姜汁了 然后把这个地方 这个鱼肉比较厚 我们利用这个刀 打开点 就让它更入味一些 好 这个鱼头特别的大个 接着要怎么处理 接着呢 塞一点点盐 因为这个鱼头这个肉比较厚 特别难经味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 撒好不好 这个手 大家看到了 其实要选这种特大个的鱼头的话 里面的肉它也很丰富 好 你们就放在这盘子里头 好不好 那边那个盘子 好 好 接下来的这个垫两个筷子 要放根筷子吗 对 这个是什么作用 这个筷子就是在进蒸锅之前 垫好筷子 垫好筷子的目的就是 让它进蒸锅以后 这个气 蒸气 能够流动 上或下面 这个里面可以进去 就我们说的更通风 对 热气能自由地出入 在这个鱼头里 对吧 手的筷子 上面下面可以保持一致 鱼肉比较鲜嫩 好 也蒸的会更透 时间用的也不会太多 我们就这样吗 还要不要放其他的原料 放这个 一边是 今天做这个鱼头 一边是剁椒 一边是小米椒 是两个味的辣椒 好 好 把这个辣椒 剁椒 一边放剁椒 好 这湖南的这个剁椒 它里面还加了有那个豆豉 这个剁椒的做法 很多种 也比较多 但是做出来的这个香味好的 那就有点难度了 是吗 这个你有特别加工吗 还是买来就是这样的剁椒 自己做的 自己又做了一下 对 自己本来是自己做的 这个剁椒 关键就是显示这个辣椒 一定要显示这个小一点的辣椒 小米椒是不是 对 或者是你觉得这样麻烦 就买那种现成的泡椒 剁碎了 放上去也行 这个最好吃 自己家里面自己做的辣椒 比较 有味道 味道好一些 但剁椒的这个制作方法 好像也是比较麻烦 还有呢 那个辣椒的选择也有讲究 对 大家在去买剁椒的时候 就看一下吧 看一下产地 我们知道这个湖南的这个剁椒 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买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